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一张显卡一看就是被修过的 看着,金手组上面的贴纸都融化了 是一个更生的RTX3070Ti显卡 据卡组描述呢 意外发生在一次装水冷之后 就简单改了个水冷 就坏了 上机的故障表现呢,风扇不撞 Blunk卡 主板是已经跑了亮机代码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的显示 黑屏 确实是有够倒霉的 就想改个水冷 没真想没改好 搞成这个样子 那我先给它拆开来看一下 拿下它的散热器 发现这张显卡确实是被修过的 核心四周 有一圈焊油 这个核心应该是被干过 但是这个显存 显存倒是没有被动过 都是同一个批次的 把这张显卡 帮子拆出来 仔细观察了一下 正方便没有看到明显的掉键痕迹 那这有点离谱 上家怎么一言不合就干核心了呢 当改随冷改坏的 大多都是磕掉东西了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并没有掉键 那么修之前呢 先来测一下这个供电的对立组织 看一下是不是都正常的 这个帮子 在右侧这边留了测试点 1.8V 第一 1.8V短路了 显存没短路 大致的测了一遍 这张显卡的1.8V已经是短路的状态 显存供电也没有短路 1.8V倒是短路了 哎呀 1.8V去的地方可不多呀 除了标识芯片也就只有核心了 标识芯片可不容易坏呀 难不成是核心剂拉 把核心上面的柜枝擦干净 发现这个核心的晶体很漂亮 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裂痕 也没有压碎 由于它之前是被加焊过 所以我猜测呢 会不会是上加在加焊的时候焊短路了 于是为了进一步的验证1.8V短路是不是核心坏的导致 我决定把它的显卡核心给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先把两端的焊盘给清理干净 再来测量一下1.8V的阻值 先测板子这一边吧 拆掉核心之后 这个1.8V的阻值就恢复到正常了 1.8V也没有再短路 那看来确实是核心导致的 还得再测一下核心这边 防止是底下的吸球联系了导致的短路 核心这边的吸球给它清理干净 打开它的点位 看一下1.8V连到了核心哪几个点 这里要方转一下 方转了之后 1.8V去的地方也不多 左上角是第一角 1.8V来了这四个点 这应该是第一个模块 这是第二个模块 核心里面的部分模块 采用的是1.8V的供电 这几个模块应该是互不相通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对着点位 来测一下这几个点的对立组织 就可以了 核心方转一面 第一角是左上角 红表比找一个接地点 黑表比去找1.8V的供电角 这个位置短路了 很遗憾 看来确实是核心损坏了 这个位置同样也有1.8V的供电 引脚 这个位置倒是没短路 当时核心里面只要有一个点短路 那就凉了呀 有一个1.8V的模块短路了 没戏了 诶 那我真起了怪了 这个核心明显已经测到短路了 上加为什么还要加焊呢 这加焊焊的我都误判了 我还以为是底下的吸球连吸了导致的短路呢 没想到 核心寄了呀 怎么评格 друг 你怎么评论